北京魔展都开了哪些新车盲盒 阿普利亚今年难得的大方 展出了GPL250以及RS660 全部都是样车 没有正式发布也没有透露价格 不过660的配置非常华丽 弯道ABS五种机器模式等等电控系统 已经能够和650正面刚 如果没有司刚你会爱它吗 GPL250没有用春风的发动机 最后搭载了综身的NC250 这款发动机的定位是赛道 加速体验应该可以期待一下 明天我去争取一个试驾 赛科龙凯RX6 诺顿 李卡多 中欧混血 前后KYB日清卡钱 高配电动风档 连带力轮胎还自带胎压检测功能 4.8万起 东升坎 复古弯梁亚米 东南亚网红代步车 汽水很好 颜值很高 回头率绝对百分百 4.5升油箱 续航到200公里没有问题 循环档特别有味道 而且也不怕脏鞋 并且留了USB接口可以充电 这个做工质量 您敢相信只要6000吗 然后我就去申请试驾了 这是北京魔展上最便宜的车 宗申亚米 东南亚网红代步车 采用最新的循环档设计 避免了4档直接踩到1档 甚至是空档的问题 安全性能加1 做工细节必须要跨一跨 全车银色的部分 基本上都是镀铬工艺 阳光下一闪一闪的很有质感 除了电喷启动 还保留了脚踩发动 特别有感觉 整车97公斤 骑上去轻飘飘的跟舰动车似的 就算是新手也完全没压力 要看排量只有100 最高车速可以达到85 200公里续航 非常适合带个布玩 上个班 买个菜什么的 最关键的是售价便宜 两顶头盔的钱 就可以把它带回家 感谢抖音网友亲牙的科普 我读度个 可能在金属行业里面不太准确 这个元素严格来说 是这个读音没错 但是很多大学老师 以及金属厂都会读成落 因为科研或者工程中 会同时出现这两个元素 那么为了避免混淆 所以读作落 学到了吗 读度落 会显得自己是个老师傅哟 另外补充一下 不是说循环党出的吧 而是这个调整的循环党保护机制 是新的技术哟 继续说魔展 北京魔展人气最高的车 春风800MT 国产硬派拉里车 搭载KT喵790同款发动机 原厂自带射灯 还安排了手把座椅加热 配置量点太多 公布售价后 现场都沸腾了 5.7万截 魔展色差最大的摩托车 春风250SR赛道新配色 看发布会的PPT是这样的 红蓝香肩色彩饱满 实际上 这他们要不是橘色啊 赛道版升级的轮胎 前后KYB减震 双右门拉线等配置 操控性能更好 21起的售价 你心动了吗 遗憾的是1250 这次又放大家鸽子了 国产最大排量驱航车 今年没有任何介绍 只有一台展车 仪表盘真的超级豪华 希望春风能够加快进度 下次一定啊 赛250的亮点 可以有一句话概括 我不但有春风250SR的配置 我还有单LB 我还比春风便宜 只要一万九 如果说颜值是决定购买力的第一要素 那么赛250已经成功引起了我的注意 尤其是前脸霸气侧漏 赛350现场只做了简单的介绍 用了追350一样的同步双缸水连发动机 重新设计了车架 安排了中置后检阵 整车179千克 现场没有揭晓价格 盲猜定价不过三万 早在二月已经露出定装照 堪称前江仿赛历史的颜值巅峰 那么实车到底如何 后续的试驾体验 再给大家做进一步的分享 千呼万唤驶出来 亚马哈R3终于官宣引进国内了 小排量大猛仿赛车 不再只有川七四百 一家独大 以亚马哈的尿性啊 报价应该在五万以内 现场最遗憾的是 没去拍成凯旋的三叉戟 660的水冷直列三缸发动机 最大马力81匹 8千转就可以爆发出 65牛米的峰值扭矩 吊达CVR650 双外倒置前叉 后悬架也是双外的中置减震 日清双活塞浮动卡前 三缸小电钻 它的声浪是这样的 含睡报价86895 是目前国内价格最低的三缸摩托车 如果它出仿赛车型 我可能就要直接抛弃650了 以上就是这次魔展的全部总结了 下期浴缸 近期我又买了不少装备 下个视频和大家分享一下 我的阅读最爱装备 包括带护修的夏季骑服 两双骑靴 一双侦探纤维手套 还有一个高级修车工专用手套 等等装备 同时也会推荐一些 618值得蹲手的单品 如果您喜欢这期视频 记得帮我点赞 投两个圆圆的东西 这是最有效的推荐方式 这种推荐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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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視聴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した